老板 来个大梁煎饼 普通的三块 豪华的九块 要个九块的 来个豪华的 豪华是吧 预算比较充足 对吧 好嘞 豪华的 像皮泥 这个煎饼煎出来这样 精力好 我们山东煎饼一定追求的就是 这个苦感好 精力好 你要豪华的是吧 对 豪华的 这个大单 你这种开张吃三年 是吧 对 半年不开张 贴贴都开张 九块的是吧 对 俩蛋 都加啥呀 俩蛋 特别像一种小伙子 一定要俩蛋 对菜 油酱油 油酱油吧 你看 都是这种金黄金黄的小鸡蛋 老板手法可以啊 干了六七年了 全都是回头客 加上葱花 然后香菜吃吗 吃 然后 这个是反着加 这个是高空价 这都是有讲究的 全家府里边一定 辣椒也是免费送 免费的 对 来吃 这时候简单的往上一馋 鸡柳 一下谁给你 烫一下 哦 盖个背 给你切 就不切了好吗 不切了 不切就不切 又盖个背 又盖个背 还有这个香肠 也得给你烫一烫 小面筋来一包 海鲜加一包 这啥 海鲜 海带嘛 海带叫海鲜 大海里边产的都叫海鲜 你放心吃就行了 那海盐上是吧 海盐 某个意义上 它也可以这么理解 加上脆饼 来上一点生菜 满满当当 就是这么一份 上一点肉松 还有肉松 肉松必须有 好 香肠放上 然后鸡柳也放上 然后这个也放上 这个时候加上一点小酱汁 这就是满满当当全家俗 小伙子你回家一个人吃 还是家人一起吃 我一个人吃 我饭量大 我年轻呀 属猪是吗 对 你俩知道的 面相上就看出来了 老板还看面相 对 你看 就这个大小 我的妈呀 大一个实在好吃 给你切一下 这9块钱 超值 我们主打的就是 好吃不贵 经济实费 这感觉 掉了一块 味还行 就掉了味 是吧 嗯 我还没趁紧先吃了 嗯 那掉了也就掉了 这样不浪费 我们主打一个不浪费 老板说的有道理 9块 好嘞 谢谢老板